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六月十七号的公事早安新闻 我是朱凤志 首先带您来看到新竹市警察局西门派出所的洪信副所长 昨天晚间被发现倒卧寝室 头部重弹身亡 警方初步勘察排除了外力介入 事发原因还有待理清 警方初步勘察排除外力介入 新竹市一番局表示 洪信副所长工作表现积极认真 和同事相处互动良好 在案件发生之后 新竹市长高洪恩 以及新任的警政署署长张荣新指示 全力协助至丧事宜 关怀慰问家属 并且厘清原因 协助派出所心理扶斗以及减压 而从今年初到现在 累计已经发生了八起警察亲身的汗事 继续来看到台南永康区昨天下午有一处透天明者F传出了火警 位在三楼的神明厅突然起火燃烧 一度传出屋内有一名行动不便的富人受困 索性很快的就被亲友给救了出来 在消防人员的权力灌旧下 火势大约在半个小时内扑灭 熊熊火蛇不断从窗边窜出 让人看了胆战心惊 位在台南市永康区大湾二街的一处明宅 昨天下午五点多 位在三楼的神明厅突然起火燃烧 索性住在一楼行动不便的富人 很快就被附近亲友救了出来 除了位在一楼的富人 据传三楼还住有弟弟 索性火警当下没有人在 人都平安 但是大火越烧越猛烈 就怕波及到临近和后方的民宅 消防人员布水线全力朝三楼 以及巷弄内涉水 避免火势延收 我们总共派遣19部 消防车局救护车辆 那总共37人 那成功将火势 把它局限在三楼 因为它的第二面跟第三面都紧邻 火势大约在半个小时内扑灭 燃烧面积大约十平方公尺 虽禁一场 消防人员结束这趟任务 由同事协助洒水降温 至于火警发生原因及财损 都还有待进一步调查 厘清 记者陈焕与朱凤之无奇窗 综合报道 一名王姓工人昨天傍晚五点多 从台北捷运海山站上车之后 用长挫刀磨同胃 旅客见状惊慌 透过对讲机通报 板桥警方获报出动了五名远警 赶往府中站带人 台北捷运府中站 捷运警察手持盾牌前往月台 一位有乘客通报 一名男子在捷运板南县车厢内 拿着挫刀摩擦不明金属 带着挫刀的是这名三十八岁 职业是工人的王姓男子 他星期天下午在捷运车厢内 拿出这把工地用的挫刀 以及铜块搓磨 声称是想把刀具磨量 不过却吓坏其他乘客 乘客立刻用对讲机报警 捷运警察获报后 在府中站将人带下车 捷运警察以及板桥派出锁刑事组 一共有五名远警进入月台压制歹人 王姓男子公称 是要透过铜块将挫刀磨量 并没有挥舞挫刀 警方征讯后依违反社会秩序 维护法送办 记者蔡惠玲沙燕 其中健刚台北报道 天气资讯来看到 今天各地的高温可以来到 三十一到三十五度左右 气象署针对台东 发布了高温特报 是层色灯号 有连续出现三十六度 或是以上高温的几率 东南部地区流移焚风的发生 天气闷热 外出活动要请做好防晒 并且多补充水分 来看到目前滞留风的位置 是在日本南方海面 一直向西南西延伸到江西 这一道封面有稍微靠近台湾一点 清晨到上午这段时间 在西半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 短暂震月 中午过后 在中部以北 宜兰 花莲地区还有其他山区 一样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震月 外出建议细带雨具备用 而今明两天封面在马祖地区附近 要注意会有局部交大雨势 明天各地的天气形态 也会跟晴天很像 从礼拜三过后到周末假日 封面会更偏北 中部以北 宜兰 花莲地区还有其他山区 还是要留意到午后雷雨的情形 总体来说 这个礼拜各地相对都是高温闷热的天气 提醒花冬纵谷 还有大台东地区 因为焚风或者是海风不易调节 局部地区容易会出现 38或是以上的高温 而受到了对云系发展旺盛的影响 气象局昨天下午 针对了13个县市 发布好大雨特报 由于大雨来得又快又急 台北市信义区传出了淹水的情形 另外气象署也持续发布高温资讯 因为受到了西南风沉降影响 东南部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 工地淹的大水 因为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 台北市雨市也升级为豪雨等级 信义区这处工地 因为山沟水沟排泄不良 发生淹水情况 由相关单位协助排除 气象署也针对台中市等地 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 不过六月中旬 全台天气仍相当严热 各地高温大约32到34度 上午台东高温来到36.2度 下午1.50分左右 台东津风更测到37.5度高温 在东南部地区 可能还是会有些焚风发生的几率 那不凡是会有36度左右高温 发生一个机会 在未来这整周的一个高温上 都是可以来到32到34度左右 那特别像是在可能在后期的时候 各地一个高温上都会是 会有在更高的一个情形出现 另外由于午后热力作用 北部东北部及山区 会有局部性短暂雷阵雨 和局部较大雨势的可能性 夏日气温升高 还要留意可能会造成 心脏衰竭患者的健康风险 医师指出 身体出现容易累 喘或水肿的情况 都可能是心脏衰竭症状 平时要留意 不要一次摄入太大量的水分 还要减少太咸的高纳饮食 因为这很容易导致血压上升 造成情况恶化 记得曹彦俊 朋友组台会报道 来看今天的早餐速报 首先是中国时报 四大保险权益新规 即将在七月上路 包含时之时负一楼险 需正本理赔 时能险区分意外或疾病所造成 分红保单不能够以 勾分红为话术 还有出国买旅瓶险 渴望降价 对于时之时负一楼险 需正本理赔 警管会官员表示 业者表达重新规换 示范条款还要一段时间 所以给予缓冲期 缓冲期的时间 由工会自行讨论 联合报来看到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曾经向造访北京的 欧盟职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 美国试图刺激他攻打台湾 但是他不会上当 习近平也向中国大陆官员 传达了这一项警告 自由时报来看到 陆军官校昨天庆祝 黄埔建校一百周年 三军统帅总统赖清德 清零主持阅兵 勤勉未来的军官们 捍卫国家主权 扛起保卫国家的重责 绝不能够敌我不分 接受首战及中战的投降主义 务必坚持中华民国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坚持捍卫国家主权不容侵犯 而近期为了百年纪念 两岸争抢话语权动作频繁 总统赖清德在致辞的时候 也特别强调 中华民国在哪里 黄埔精神就在哪里 礼拜二十一响 全军领迎兵 纵了赖清德登上教育车 首次以三军统帅身份 到高雄凤山陆军官校 主持黄埔建校一百周年 秀庆 身为校友的立法院长 韩国瑜也到场与会 不过两人几乎零互动 时辰以十五公尺的聚服国旗 通过司令台前 彰显中华民国主权 还展出创校以来的 住址大门与服饰 因为这回为了百年纪念 两岸争抢话语权 动作频频 耐心的致辞中 就特别宣示黄埔正统精神 更重申中华民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隶属的立场 我们坚定的确信 中华民国在哪里 黄埔精神就在那里 秉持为中华民国 生存发展而战 为台澎金马百姓 安全福祉而战的才是 真路官 没有这份雄心壮志 就是假黄埔 平均年龄五十七岁 一百四十六位官校老学长 组成校友联 展现传统的拖枪正部 重现往日的壮志豪情 行业速度每分钟达一百零二部 十八个学生正部联 则手持三点六公斤的 踢勾腰部枪 其中两联由国防大学 女官校生组成是最大亮点创下记录 不过也将成为绝想 因为新任国防部长顾立雄 力推国军现代化 下令要求部队着重战训本物 让踢正部走入力士 年轻的学长们踢的真的是非常有精神 大家看着都非常的感动 在这过程中我们学习到的 不管是团队合作或者是向心力 都是属于我们军校生最好的展现 那新的总统上任后 第一次参与以中华民国为指标的军事活动 强调主权勉励官兵 也要稳住军心 以上是公司节 在高雄的采访报道 暑假即将到来 传出有非法的仲介业者 物色台湾的女大学生 以台币三十二万元的营养金 吸引女大生暑假期间到中国捐软 但是有医师就警告 非法医疗潜藏了手术风险 建议捐赠者要多思考 自身的权益还有健康 不要单纯把捐软当成捐血 一样简单 今年三月到五月间 接连有网友在社群媒体发文分享 自己到中国捐软 除了又免费机票 住宿间旅游 还获得一笔不小的收入 还有不少人留言询问 暑假即将到来 传出又有非法仲介业者 开始物色台湾女大学生 并以最高三十二万元台币营养金 比台湾价格高出两倍 吸引女大学生到中国捐软 给我看那个大陆的是钱太少 我觉得 那如果钱收一点 你会考虑吗 如果真的很缺钱的话 有可能 就可能去就回不来之类的 就怕啦 因为最近就很多这种诈骗之类的 医师表示国内捐精卵 有一定的规范 依照国建署规定 女性捐软必须在四十岁以下 渐渐没有重大疾病 捐软前必须照超音波打排卵针 取卵前必须注射排卵针剂等药物 过程中就有可能引发过敏反应 卵巢过度刺激症候群 腹腔出血感染等 如果是非法医疗更是潜藏手术风险 医师强调取卵是一种侵入性手术 必须在全身麻醉下从阴道进行 捐赠者必须承受麻醉及手术产生的风险 建议捐赠者要多思考自己的权益和健康 可别单纯的把捐软当成捐血一样简单 记者老师明讲龙详 台报道 中国海峡论坛十五后在福建厦门举行 这一段期间中方启用了 净便利台胞服务专区 可以快速办理台胞证和居住证等证件 不过陆委会指出 居住证是名为会台 实则立中的统证方式之一 陆委会说明 在中国申请居住证要提供的个资 会让中共相关单位自意运用 而国人所提供的指纹资料 不只会曝露隐私 也容易会遭受到中共更多的监控风险 所以也提醒民众 必须要审慎考量 才不会让自身权益受到不可预测的侵害 来看到国会职权修法复议案 本周五将会在立法院表决 蓝绿都把握时间下乡宣讲 民众党原先主张要电视辩论 最后破局 决定表决隔天的22号要举办宣讲活动 除了公民团体预告会再次集结之外 国民党也借用了立法院周边的路权 号召支持国会改革的民众到场声援 宣讲着反对国会职权修法的理由 民营党16号持续在台北松山等地 举行全台宣讲活动即使下着大雨 支持者也不畏风雨到场参加 因为国会职权修法复议案 19号20号将邀请行政院长卓龙泰报告 21号表决 蓝绿都把握时间下乡宣讲 民众长则主张办电视辩论 却引来绿营批评此举是失色刑堂 对于柯建民的说法 黄国昌批评是逻辑错乱 认为绿营却战 喊话要赖心得接受公开辩论邀请 不过原本主张电视辩论 因为绿营拒绝而破局 民政党16号决定 表决隔天22号 才在荣兴花园举办宣讲活动 而对复议案 南营则是强调 22位委员会准备充足 19号开始轮番上阵 与卓奎执求对决 除了公民团体预告将再次集结 国民党也借用立院青岛东路入权 号召支持国会执权修法的民众 到场声援 两大阵营届时会把青岛东路一分为二 场内场外山雨雨来 记得陈阿兴张宇佳 谢其文台北报道 就在以色列军方宣布在加萨南部 实施战术性停火之后 遭到了多名内阁部长强烈反对 总理纳坦雅胡也表示不能接受 这也是战事以来军队和执政联盟 罪行发生的一次意见不合 十六号百姓在加萨走廊南部地区 克瑞沙洛关卡 见到几辆运送物资的卡车通过 这是以色列军方宣布的新措施 基于人道 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 由此往萨拉丁公路一路向北 将局部策略性暂停军事活动 每天都有除非接获终止的通知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对此表示 无法接受 他的反应凸显了处于严重人道危机的加萨 在援助议题上之政治紧张局势 军方澄清在拉法的行动持续 也是南部行动的重点 国家安全部长班吉维尔 为纳坦雅胡执政联盟中的 一个宗教党派领导人 谴责军方这种搜主意 做这种决定的人是笨蛋 应该开除 也因此16号当天这条路上 突然出现数个月来难得平静的一天 这次战术暂停是在以色列跟埃及谈判 以及美国类促扩大加萨人道救援后展开 这天也是穆斯林重要节日 宰生节第一天 被认为这是以色列寻求缓解国际压力之实际作为 不过这也是以哈冲突进入第九个月以来 执政联盟与军方成员在指挥作战上的 一连串分歧等不愉快事件中最新的一起 一星期前 中间派的64岁战时内阁部长甘茨 才指控纳坦雅胡在加萨没有有效战略而宣布辞职 公事新闻黄云林变异 美国密西根州底特律的一处清水公园发生了枪击案 当时有许多民众正在公园里玩水 嫌犯直接朝人群开枪 造成了至少有九个人受伤 其中有一名八岁男童和他的母亲生命垂围 而嫌犯在行凶之后逃回了住处 最后亲身死亡 案发现场拉起封锁线 进入公园的阶梯附近有许多掉落的蛋壳 用黄色小牌子标示 美国密西根的底特律北边 约43公里远的罗彻斯特山 当地处清水公园15号下午 发生嫌犯持枪进入公园朝玩水的人群开枪 除了其中三名受害者是一家人外 另外还有六名受害者 年龄在30到78岁不等 这两位受害人目前都没有生命危险 十八岁男童 他有枪刺刺刺刺刺刺 他在重点状态 我们有四岁男童 他有肩刺刺刺 他平均 39岁男童 他有肩刺刺刺刺 他在重点状态 这都是由一家人 释放当时由于天气炎热 许多父母带着小孩在清水公园玩水 警方调查刑犯开车接近公园 下之后从距离人群约六公尺远的地方开枪 还多次填充弹药 预估至少开枪28次 行凶之后还逃回距离公园约八百多公尺的家中 警方获报后 两分钟内赶到现场 发现一把手枪跟三个空弹匣 根据枪支登记资料 新线找到嫌犯家中 因为忧心嫌犯藏有大量枪弹 警方开始与嫌犯进行喊话沟通 却没有得到回应 最后有人机飞入屋内 才发现嫌犯已经亲身死亡 并且在屋内餐桌 查扣到另一把枪 也许嫌犯没有犯罪记录 暂时不清楚犯案动机 还有待进一步调查 厘清犯案原因 关系人陈盛便宜 受到俄乌战争的影响 瑞典打破了两百年中立 在今年三月正式加入北约 有许多瑞典的学生忧心 这样的改变 似乎意味着战争即将到来 所以有瑞典教师 就设计了一门课 希望让学生了解 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事 世界地图投影在教室前方 地图旁还打上了一张 俄国总统普廷的照片 老师一个一个解说 学生们都聚精会神聆听 目睹俄乌战争 地理位置靠近俄罗斯的瑞典 经过两年争取和谈判 今年三月正式成为 北约第三十二个会员国 积极在国防和民防上 做好准备 尤其要教导下一代 什么是战争 瑞典上一次涉入战争还得追溯到一八一四年 中学老师比约克沃尔发现 最近常有学生对是否会爆发战争感到焦虑 因此他设计了一门课 希望传授基础实地知识 也让这些七八年级的学生 能透过小组讨论充分表达意见 像是其中一堂课 就专门讨论北约集体防御条款 也就是只要对一个成员国发动攻击 就会被视为侵略所有成员国 学生们经过激烈对话 仍对此看法不一 我感觉到美国是对美国是对美国 但是我感觉到美国是对美国是对美国 但我感觉到美国是对美国是对美国 但是我感觉到美国是对美国是对美国 但是从党军的观众 我们只看到美国有美国的可能性 当然我们的党军会更加强 瑞典儿童福利组织指出 自今年一月瑞典政府公开谈论战争风险后 儿童热线就常接到电话 询问和战争有关的问题 教育单位希望比约克沃尔设计的这套教材 有助于更多学童理解 加入北约的利和弊 而受到2014年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影响 瑞典于三年后恢复征兵制 许多男学生也在课堂上讨论到这个议题 不少人说他们愿意接受这样围棋一年的军事训练 来保卫国家 公司新闻两言兵议 南美国家致力的沿海城市 近期因为持续降雨 造成了当地有一排滨海大楼前 突然出现了巨大坑洞 让居民都很担心 就怕建筑物会随着坑洞倒塌 所以有部分的居民已经先行撤离 环境优美的整排大楼前 突然出现一个巨大天坑 天坑内还有几名工人正在进行加固工程 南美国家致力的沿海城市 当地因为连日大雨 造成临海的高级社区建筑前 土石松洞崩塌 出现了床15公尺 升30公尺的大型天坑 让居民很担心 距离天坑不到5公尺的大楼 随时有塌陷危机 距离天坑最近的大楼有13层楼高 总共有200户的住宅 每户价值50万美元 相当于台币1600多万 属于当地的高级住宅区 当初销售时就主打临海美景 却因为好雨 造成建筑下方的地基被冲刷 连地下停车场都被同时掩埋 邻近老社区的渔民批评 建商当初就不应该在沙丘上盖房子 外媒华星社报道 这是当地社区从2023年的8月开始 在一年内出现的第三个天坑 因为忧心持续降雨造成的灾害 已经有数百人自行撤离 这里媒体报道过去一星期 这里遭受温带气旋 跟大河次流的豪雨袭击 引发洪水土石流等灾害 造成至少一人死亡 两人受伤 还有超过十万户的民宅停电 双万人财产损失 关系员陈胜秉 科学家最新的研究发现 英国受到了都市化 常年污染的影响 已经导致沿岸水域 海洋生物的体内 验出了摇头丸 还有骨科茧这一类的毒物残留 而海水里甚至验出了 禁用三十多年的多氯联本 正在持续危害生态 英格兰南部 兰斯通港附近这片海岸 是受国际湿地公约保护的 水鸟棲息地 但周边高度都市化 出现许多垃圾掩埋场 里面累积成年的有害物质 经过暴雨冲刷等效应 一流入海 让海洋生物受到 难以想象的毒害 负责这个地区水资源 与污水处理的南方水务 公司曾在二零一零到二零一五年间发生过五十多起清道未处理污水的违法行为 当局对他处以破纪录的九千万英镑罚款 但其他的污染源还在持续 普兹茂斯大学与布鲁内尔大学的科学家以及水上运动爱好者组成的义工团体合作 在南部水域搜集数百个样本进行研究 结果验出海水中仍然有许多有害化学物质 包括早已经禁用多年的多绿莲本 以及一些处方药物 让专家十分担心 游义工已经不再入海游泳 北京用三十多年的多绿莲本 至今还能在野生海洋生物身上找到 专家警告现在更危险的是具有抗水抗油特性的界面活性剂 全服晚机化合物PFAS 它所含的环境荷尔蒙会提高致病风险 由于大量使用在免洗餐具 不粘锅等工业与民生消费品 范围又多又广 呼吁必须尽快禁用 恭喜新闻 石灰中碑 昨天是国际家务工日 台湾移工联盟呼吁新任卫福部长邱太元 要正式将近二十一万多名的家庭看护移工 没有劳动法令保障的问题 建议把外籍看护移工 纳入长照整体的规划里 台湾移工联盟及生源团体近百人 十六号周日上午来到卫福部大门前 呼吁新任卫福部长邱太元 要正式国内二十一万多名外籍看护工的问题 应将家庭看护工纳入长照制度 逐步废除个别家庭聘雇 改由长照机构来聘雇 使其成为受劳机法保障的长照人员 加入移工就长期处在一个血汗 血汗的照顾之下 他们他们等于是二十四小时的待命 然后又住在个别家庭 我们认为应该是由 就是家庭加入移工 应该是由政府签约的长照机构来聘雇 移工团体表示 根据监察院报告 民国一百一十一年国内长照需求 高达近八十三万人 其中六十五岁以上长者占六成五 然而照顾服务员有九万多人 其中居家服务员只有四点九万人 难以因应整体长照需求 主要长照人力都落在二十一万多名的家庭看护移工 因此将其纳入长照体系有其必要性 卫福部强调为了保障外籍家庭看护工 七休一休假权益 已经与劳动部推动聘雇外籍看护工家庭短期替代照顾服务计划 每年补助三十八天或三十一天 同时家庭照顾者每年也有十四天或二十一天喘息服务 劳动部并已就国际劳工组织家世劳动公约 进行法规检视 以保障外籍看护工的劳动权益 根据劳保局在二零二一年的精算报告 如果没有启动年金改革 劳保将会在二零二八年破产 并且精算出二零二三年的收支逆差大约是八百八十亿元 实际上却逆差了四百四十六亿 劳保局的普通事故精算报告 每三年公布一次 根据二零二一年的精算报告 指数如果不启动年金改革 劳保会在二零二八年破产 由于最新精算报告会在今年出炉 考量各种变动因素 劳动部计划把缺工 基本工资提升等参数 也纳入考量反映实况 而二零二一年的报告 也精算出二零二三年收支逆差 约八百八十亿元 实际却仅逆差四百四十六亿元 也引发劳保是否延后破产的讨论 专家认为劳保财务是个老问题 像是有立委再度提出 劳保财务永续特别条例 就是一个协助改善劳保情况的做法 对于政府何时启动劳保改革 劳团不做揣测 强调政府将最低工资调整 纳入精算报告计算 是认同调整有助于劳工生活 也异于社会保险 也认为除了拨补外 面对劳保财务问题 政府更应该诚实面对这个危机 谢谢陈亚新 张宇嘉泰报导 拥有三百五十年历史的台南国定古迹 四点五秒 悲鸣女子以黑笔乱涂鸦 事后被判处六个月有期徒刑 可一颗罚金 不过台南最近几年都陆续发生了 古迹被人破坏还有损毁的情形 文字处就建议要强化管理 红色墙壁被划上不雅图案 并写下内容不明的文字 一月二十号下午一点多 头戴毛帽的女子 来到有超过三百五十年历史的台南国定古迹 四点五庙的后门 在墙上乱涂鸦 庙方发现后立刻报警处理 事隔半年回到现场 十六号上午文药墙上已没有黑色涂鸦 但走近一看 仍可看到清理过的痕迹 女子犯毁损骨机制附属设施罪 日前被台南地院判处 六个月有期徒刑 可一颗罚金 但台南其实在一月 还发生另一起大南门碑林 被迫干有案件 文字处长提醒骨机管理者 可加强巡视管理 并表示任意毁损骨机 将触犯文字法 依法可处六个月以上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提醒民众不要以身试法 记者陈幻语 陈显坤台南报道 昨天是世界海龟日 澎湖县农渔局等单位 也放了13只经过救治和收容之后 已经符合野放标准的海龟 其中有一只蓝锡龟 在野放的时候 被装上了卫星发暴器 要记录未来这一年的动态 也希望能够经由旧商 还有野放这一类工作 让这群交客再回到澎湖来产卵 海巡人员河立抬着储水桶到沙滩上 桶子内背上装着发暴器的海龟 被尸部盖着 等待重回大海 应应世界海龟日 澎湖县府会 海保署等单位 十六号上午在马公市 实力沙滩 也放今年救护收容的13只海龟 伴随着加油声 绿溪龟慢慢往大海前进 十二只绿溪龟及一只蓝溪龟 都是因天气 健康条件不佳等因素搁浅 而被救治收容 经评估已符合野放标准 其中的蓝溪龟 更是台湾首支装设 卫星发暴器的蓝溪龟 现府邀请近百名学童 来到沙滩观看野放 世界仅存的七种海龟 在台湾海域就能看见五种 而澎湖更是绿溪龟的 重要产卵地之一 也是研究及保育海龟的重症 藉由实际参与野放 将保育观念升值心中 希望孩子们也能一起 为海洋永续努力 记者陈焕与陈显坤 澎湖报道 伊朗的波斯地毯 是著名的传统手工艺 精美的设计 还有高雅的面料 受到了全球消费者的欢迎 但是随着伊朗几十年来 受到了好几波国际制裁的影响 加上现在观光客变手了 这也让波斯地毯空有一身后 却賣不出去 店里展示出各式各样的地毯 每一块图腾都不太一样 急着亮出自己的特色 位于伊朗伊斯法汉省的卡上 市中心一处历史悠久的巴闸 贩售了许多漂亮的手工地毯 不过制作地毯的师傅 却很伤脑筋 因为就算这些地毯再精致 也不见得卖得出去 展开一张张设计图 用铅笔仔细勾勒出优雅的图案 老师傅的手艺是地毯产业重要的资产 不过曾是地毯出口大国的伊朗 却在与国际间合谈判破裂后 因发各国制裁 地毯商人和纺织师傅 日子越来越难熬 随着国际游客减少 国际交易难度增加 这个一波斯地毯文明的古老国度 地毯出口而从20年前的20亿美元 跌到如今只剩不到五千万美元 地毯卖不出去 也影响了整个产业的发展 有些技工每天的工资只有四美元 为了生计只好另谋出路 老师傅就感叹 以前有四五个助理 可以协助他制作地毯 现在他只能孤零零地在店里 独自完成所有事情 更别说要设计出更好看的作品 公司新闻两个编译 日本隐藏在城市巷弄间的小族馆 是当地人下班后 经常会去小竹放松的地方 而现在随着欧美观光客 到日本旅游的热潮 有越来越多好奇的外国人 走进这些小族馆 体验当地的酒吧文化 几名美国游客在导游带领下 走进隐藏在东京巷弄中 一间位于二楼的小酒馆 这里虽然空间小没有对外窗 却显得很温馨 要点什么饮料 吃什么小菜 都有在吧台坐镇 穿着和服的妈妈桑 为您亲切服务 期间导游出考题 让酒馆里气氛更加惹落 酒足饭饱后 大家开始唱起卡拉OK 曾经在日本住过一段时间的诺拉 唱起日文歌有板有眼 当然老美最熟悉的还是英文老歌 诺拉说她以前住在日本时 从来不知道怎么进去小酒馆 因为这类喝酒的地方通常以男性顾客居多 她很高兴现在有机会参加旅游业者推出的小酒馆体验行程 世上这类小酒馆早期源自红灯区 二战结束后 有部分日本妇女为了维持生计提供性服务 但在1964年日本主办奥运时遭到取缔 这些妇女一度在街头摆摊 后来才搬到比较局促的室内 但至今仍为持有妈妈桑经营的模式 而且发展出各种主题式的小酒馆 有特定客群 在这家高尔夫主题小酒馆里 每瓶寄方的酒都挂有顾客照片 旅游业者说 来到小酒馆里 大家面对面画家长 在妈妈桑的串针引线下 莫生人很快打成一片 成了经常上门的主顾 这也是为何小酒馆至今历久不衰的主要原因 近来更成为吸引外国人 体验日本酒吧文化的新买点 故事新闻的会名片一 橄榄油对健康有许多好处 所以也有一体黄金的美名 但是最近几年受到了极端气候的影响 对南欧橄榄油的产量 造成了极大冲击 尤其是西班牙 橄榄油产量占了全球的40%以上 但是连年的干旱 导致橄榄产量减少 一年内价格已经涨了50% 住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贾西亚 几乎每天都要使用橄榄油料理食物 但橄榄油价格持续飙涨 让它开始觉得有点吃不消 橄榄的营养丰富 自古被称为绿色黄金 而提炼出来的橄榄油 也有一体黄金的美名 无论地中含饮食或美容保养 都少不了橄榄油的加持 西班牙占世界橄榄油产量的40%以上 产量多寡也直接冲击全球橄榄油价格 但西班牙的橄榄收成跟品质 连续两年下滑 150万公斤的年产量 对半侃 30年来最低 物以稀为贵 橄榄油价格持续上涨 关键因素就是气候变迁 造成的严重感害 根据欧盟最新统计 橄榄油价格在过去一年内 已上涨了50% 而西班牙农业部的数据则显示 2019年西班牙橄榄油每100公斤 售价约228欧元 折约7940台币 到了2023年 飙涨到26600台币 2024年已突破27000台币 因为橄榄油这种 一体黄金的价格飙涨 也成为盗窃的目标 近年西班牙的一家油厂 就被偷走五万公升的特级 出炸橄榄油 损失折合超过1460万台币 尽管一般消费者 对橄榄油虽有需求 但毕竟使用量不比餐厅大 西班牙餐厅老板Dia 雷桑卓就坦承 过去店里都使用最高级的 特级出炸橄榄油 但迫于成本压力 必须将使用橄榄油的等级降低 起码今年三月的降雨 对橄榄的收成有利 起码能源部估计 橄榄油的价格 会在下一次 也就是十一月份 橄榄收成后回跌 而这也又是一个气候变迁 以对人类生活跟饮食 造成直接冲击的例证 我们一起来关心 今天各地的天气预报资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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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